众人正要围歼张兆众,李源子忽然把张兆众给救了出来,他们出着山洞来到岔路口,李源子把两匹马往左边山路上赶了出去,张兆愕然不解,这是为什么? 李源子笑着说,咱们呢,从右边这条路进去藏起来,他们找到这儿,见马蹄印和新鲜的马粪都在左边的正路上,自然向左边追出去啦,张兆众大喜,嗯,妙计,妙计。 两个人就从骑路往右,没走上一条岔路,李源子都用三块小石子在隐蔽的地方叠一个记号,张兆众一看只点头,嗯,这儿道路千差万只,要是没了这记号,咱俩也真的没法子找路出去。 走了半天,两旁的山壁啊,是越逼越紧,也不知道已经转了多少弯,走了多少岔路,李源子见天色渐暗,那,咱们就在这儿歇吧。 两个人吃了干粮,喝了水,坐着休息,张兆众叹了一口气,哎,另一匹马上的凉带水囊没有来得及取下,真是可惜啊。 嗯,那只好省着点用了。 哎,是。 李源子把粮带和水囊放在张兆众的身边,哎,你好好看着,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 张兆众点头答应,李源子走开十多丈,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睡到。 这到半夜,张兆众忽然听李源子一声惊叫,急忙跳起身来,只见他指着来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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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大灰狼,快,快。 张兆众拔出凝蔽剑,飞步追了出去,转了两个弯,不见狼的影子,生怕迷路,不敢再追。 退回来的时候,却不见了李源子的踪影,叫了一声,李小姐。 只见地下湿了一片,水囊已然轻翻了,往抢上去拾起,见囊中只剩点点滴滴。 正在澳上,李源子已经从那边山道中转了出来,那边又有一只狼冲过来抢水喝。 张兆众一举水囊,想不到,恶狼还不死干净,你看。 李源子坐在地下,双肩耸动,又哭了起来。 哎,既然没了水,这里就没法多待了,再熬一天,就冒险出去吧。 李源子站起身来。 我出去探察,你在这儿等我。 那,咱们一起去。 不,再遇上他们,你还有命吗?我总好一些啊。 张兆众一想,不错。 哦,那李小姐可千万要小心啊。 哎,你的宝剑借给我吧。 张兆众把冥币剑递了给她。 李元旨接见回身 寻着记号从原路出来 每到一处岔路 就照样摆上三块小石子 只是在真记号边上多撒了一堆沙子 张赵仲如果自己出来 见了这些记号 一定分不出真假 东转西转无所适从 非仍回到原地不可 他一路不止 心里边暗暗好笑 哼 我假造狼来了 倒翻水囊 那张赵仲居然丝毫不绝 这一来可逃不出自己的掌握了 天色江明已经走上正路了 纸巾的转弯的脚上有人在破口大骂 李元旨一听是袁大侠的声音 就大叫一声 哎哟 倒在地上 假装昏了过去 说话的正是袁世销 他拉不开石门 只得回到池子旁边 霍青铜从地图里边找到了秘密通道 从后山绕了出来 张赵仲和李元旨早已经不知去向 袁世销正在大发脾气 忽然听着叫声 寻声过来 见李元旨倒在地下 又惊又喜 一叹 还有鼻息 身上又没伤痕 这才放心 急忙失救 李元旨却只是不醒 呆了半天啊 李元旨才睁开了眼睛 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袁世销往府上问 没受伤吗 那奸贼呢 啊 我给他拿住了他的要命 昨天晚上半夜里 他睡得迷迷糊糊了 我才偷偷地跑了出来 他在哪啊 快带我去找 好 李元旨站起身来 身子一晃一晃的 袁世销伸手扶住 两个人离去不久 陆飞青 陈正德 陈家洛 文太来等 分头在各处搜索之后 也都陆续会齐了 张静和新燕 压着顾金彪和哈克台 远远地坐在地下 又过了一阵 袁世销和李元旨回来了 众人大喜 陆飞青和洛斌 忙抢上去慰问 袁世销说 哎呀 他认不出道了 我们两个人转来转去 险些回不出来 众人一商量 都说 如果捉不到张照重 是绝不回去 可是这迷城道路如此变幻 怎么能够找着 他着呢 徐天宏和霍青铜 虽然都非常有智谋 却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徐天宏 见袁世销的嘴角边上 露着微笑 知道他必有高见 就走进身去 哎 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老前辈只是一条明路 袁世销 袁世销向余余同一指 明路就在他身上 怎么不要他找去啊 余余同很奇怪 我 徐天宏 起初还以为袁世销开玩笑 细细的一琢磨呀 觉得李元旨的言语行动之中破绽很多 心想 这个事啊 只怕得着落在他的身上 于是悄悄去和洛宾说了 洛宾一想有礼 倒了一碗水 拿了一块烧羊肉 给李元旨 李家妹妹 你真有本事 怎么能逃得脱那坏蛋的毒手啊 啊 那个时候我都吓糊涂了 拼命的奔跑 只怕给这个恶贼追上了 乱冲乱闯 什么路也认不出 真是天保佑啊 居然瞎摸了出来 他料到洛宾一定要查问路径 所以把他问的话呀 先给堵住了 陆冰本来就将信将疑 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不知道张肇仲藏身之所 等到听他推得一干二净 心里边反倒雪亮了 暗笑 嘿嘿 这个小妮子好狡猾呀 哎 妹妹 你细细想一想 一定能认得出来去的途径 哎 要是我心境好一点 不这么失魂落魄的 本来也不会这么糊涂 竟然忘记得没一点影子了 落冰 放低了声音 你的心事 我明白 只要你帮我们这个大忙 大伙儿一定也帮你完成心愿啊 李冰子的脸上一阵飞红 随即眼圈也红了 哼 我是个没人疼的 逃出来干什么呀 还不如给那个姓张的杀了干净 落冰听他语气一转 竟又撒起来了 知道自己是劝他不转的了 哎 好了好了 妹妹 你累了 喝点水 来 歇歇吧 李冰子点了点头 落冰 把于于同拉在一边 跟他低声说了好一阵子 于于同神色 先是颇见为难 后来又是咬牙切齿 终于下了决心 一排大腿 好 为了给恩师报仇 我什么都肯 李冰子自管闭目养神 对他们毫不理会 过了一会儿 听得于同走到了身边 师妹 你几次救我的性命 我并非不知道好歹 眼下要请你再帮我一个大忙 说着朝他施了个礼 哎呦 于师哥 怎么新去礼来了 咱们是同门 要我做什么 你吩咐这不就行了吗 于于同听他语气显得极为生分 这时候有求于他呀 只好低声下气 张昭中的奸贼 害死我恩师 只要有谁能够助我报仇 我就是一生给他做牛做马 也仍是赶他的大德 李冰子一听大怒 心里想 哦 要是你娶了我 竟是一生做牛做马 这么苦恼啊 他脖子一转 脸上顿时就像照了一层 盐霜 发作起来 眼前放着这许多大英雄 大侠客 还有你的什么中做主 古做主 你干嘛不求他们帮去啊 你一路上避开人家 倒像是一见了我 就害了你 连累了你似的 我有这份本事帮你吗 你再不给我走开去 抄我用不用好听的话骂你 徐天红和洛宾 见鱼鱼童碰了一鼻子灰 只有相对苦笑 把陈家洛拉在一边 低语商量 陈家洛想了想 嗯 咱们请陆老前辈去跟他说 他对师父的话 总不能不听啊 话没说完 猛天的心眼和张静 一个惊叫一个怒吼 鸡毛回头 只见顾金彪 正发狂一般 向霍金彪奔了过去 陈家洛大惊 要想携穿出去 可是相距太远 难以阻拦 魏春华抢上去挡住 被顾金彪用力一摔 蹬蹬退出两步 只见顾金彪 合身向霍金彪扑去 你杀了我吧 霍金彪又惊又怒 举剑向他当兄赐去 顾金彪竟然 不闪避招架 反而胸膛往前一挺 扑的一声 长剑入胸 霍金彪 把长剑往外一抽 一股鲜血 从顾金彪的胸前直奔出来 建满了他黄山 众人围拢来的时候 顾金彪已经倒在地下了 哈河台趴在他身边 手忙脚乱的想止血 但血如泉涌 哪里止得住啊 顾金彪叹着气 哎 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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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你有什么未了之事 我 我只要 倾一倾他的手 死也 明目 他熬住一口气 望着霍金彤 哈河台说 姑娘 他快死了 你就可怜 何 霍金彤一言不发 转身走开 脸已经气得惨白 顾金彪长叹一声 头一歪 死了 哈河台忍住眼泪 跳起身来 指着霍金彤的背影 大骂 你 你这女人也太狠心了 你杀她 我不怪你 那是她自己不好 可是你这手 给她亲一亲 让她安心死去 又害了你什么呀 张进张扬着 别胡说八道 给我闭住你的鸟腿 哈河台 毫不理会 仍是怒骂 张进上前要打 给于彤拦住了 陆飞青 走上前来 听着 你们的焦文七 焦三爷 是我杀的 此后许多纠纷 都因此而起 关东六兄弟 现下 只剩了你一人 我们都知道 你为人正派 不忍加害 你就去吧 日后如要报仇 只找我一人 就是 哈河台 也不搭枪 抱着顾金彪的尸身 大踏步 走了出去 于于彤 捡了一只水囊 一袋干粮 绑在马上 牵马追上去 哈达哥 我仰慕你是一条好汉子 这匹马 请你带着去 哈河台 点了点头 把顾金彪的尸身 放上马背 于彤 从水囊里 倒了一碗水 出来 自己喝了半碗 递给哈河台 以水代酒 从此相别 哈河台 一仰脖子 把他喝干 于于彤 抽出金笛 那笛子 被张赵仲 削去了一截子 笛子里边的短剑 都已经脱落了 但是 还可以吹奏 当下暗躬引伤 吹了起来 哈河台一听 曲调 竟是蒙古草原之音 等他吹了一会儿 从怀里摸出号角 呜呜的香喝 原来那天 哈河台 在梦京黄河中 吹奏号角 于于彤 暗计曲调 这个时候 相别 就吹词曲相送 众人听 二人吹得 激昂慷慨 都不禁神网 一曲即中 哈河台 收起号角 头也不回地 上马而去 洛冰 向哈河台 和于于彤的背影一指 对李原指说 这两个人 都是好男儿 是吗 你干嘛 不帮他个大忙啊 唉 要是我能帮就好了 嘿嘿嘿 妹妹 咱们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你要是不肯说呀 等到陆伯父来逼 你就不好了 嗯 别说我认不出路 就算认出来 我不爱领 又怎么样 自古道 女子要三从四德 这三从当中 可没有从师 那一条啊 哎呦 我爹只教我怎么样 使刀 孔夫子的话 可一句也没教过 好妹子 你给我说说 什么叫做三从四德呀 嗯 你多傻 我不爱说了 李原指 掉过头 不理他 洛冰一笑 走开 去对陆飞青 说去了 陆师伯呀 什么叫三从啊 陆飞青 沉吟了一下 啊 三从之说 出于以礼 乃是 未嫁从父 即嫁从夫 夫死从子 呵呵呵 这是他们 做官人家的礼教 咱们江湖上的男女 可从不讲究这一套 嘿 本来嘛 未嫁从父 那是应该的 可从不从夫 这也得瞧丈夫 说他在不在理 夫死从子 更是笑话了 啊 要是丈夫死的时候 孩子只有三岁 他不听话 还不是照做啊 陆飞青 摇头叹息 哎 我这个徒儿 也真刁钻古怪 你想 他干嘛 不肯带路呢 嗯 我想他意思是说呀 除非他爹叫他说 他才未嫁从父 可是李军门远在杭州啊 就算在这里 他也不会帮咱们呢 眼下只有从第二条上打主意了 哦 第二条 他又没有丈夫啊 嘿嘿嘿 那咱们马上给他找一个丈夫呀 只要丈夫叫他领路 他一定替驾从夫了 陆飞青给他一语点醒 哈哈哈哈 讲了这么一大套三从四德 原来是为了这个 那可真是城头上跑马 兜圈子了 于是 他们两个人和陈家乐商量 再把于是同叫过来一谈 当下决定 请袁世霄 任南方的大媒 请天山双英 任女方的大媒 众人笑吟吟的 走到李原子的跟前 陆飞青 拍着他的头 袁儿 我跟你师生多年 情同妇女 你一个少年女子孤身在外 我很是放心不下 领尊又不在此间 我只好从全 施行负责 要给你找个归宿 李原子低下了头 不作声 你于是个 自从你马世伯遇害之后 自然也归我照料了 你们两人结为夫妇之后 互相扶持 也好让我放下了 这一副担子 这一切 本来全在李原子的意料之中 但这是在众人面前 说了出来 还是羞着他满脸通红 这 全凭爹地做主 我怎么知道啊 张进嘴快 冲口而出 那你还有不愿意的吗 在天目山的时候 大伙到处找你不找 原来你躲在他 魏春华左手一翻 摁住了他的嘴 鲁飞青接着说 令尊 曾留余诗之 在府上 在府上住了这么久 轻言有家 早想把他选为 东床快序 咱们在这里 先下了文定 将来秉明令尊 他必定十分欢喜 李原指 低头不语 骆斌叫着 哎呀好好好 李家妹妹答应了 十四弟 你拿什么东西来下定啊 于于同身上一摸 除了银两之外 什么也没带 正感到为难呢 忽然触手一凉 却是他金笛 被张肇仲 所削断的那一段 师叔 小侄身边 没有什么贵重的物事 这一段笛子 倒是纯金的 这再好也没有了 等将来你们大喜之日 再把两段金笛 镶在一起 群雄纷纷向两人道贺 李原指不肯接 骆斌硬把半截金笛子 塞在他的手里边 哎 你拿什么回给他呀 李原指这个时候 满心欢畅 荣光焕发 我 我什么也没有 原儿 你用的暗器 不也是纯金的吗 骆斌拍手的 哎 不错不错 就把他的暗器囊 抢了过来 捡了十枚芙蓉金针 交给余余童收起 陈家洛笑了 哈哈哈哈 这可真称之为 真敌其远了